一对情侣在小树林里不干正事 挽起了左轮手枪 只见大手握着小手 女人刚刚学会打枪 我的天呀 眼神就变得诡异起来 随后微微一笑 转身摆了个pose 问小白帅不 小白回答没自己帅 可下一秒 二岁就把枪对着了男友的行梦 小白懵了 让二岁别闹 没想二岁让小白跪下 小白一听 开什么玩笑 男儿气下有黄金 怎能随便下跪 接着双手举过头顶 踏痴跪在了地上 二岁让他闭上眼睛插树 小白开始数了起来 只见二岁凑到他的耳边说 小白回头一看 原来是恶作剧 便追了上去 就这样 两人在小树林里追逐了起来 嬉闹声响测了整棵树林 两人不知道的是 自己正在慢慢地接近死亡 穿过树林 二岁来到了湖边 一边笑着一边脱去了衣服 想进湖里凉快一下 还不时地看下男友是否追来 就这样 二岁一猛则扎进了湖里 开始狗跑了起来 二岁回头看向岸边 什么情况 男友怎么还没过来 等二岁有泪劝后 顿时露出了尴尬的表情 乖当 因为岸边出现了一个陌生男人 女孩独自在湖里游泳 结果被一个为索男盯上 男人问二岁 湖水是不是克亮克亮 二岁回答 没得恨 就这样 男人看着二岁 二岁看着男人 气氛尴尬到了极点 他想继续游泳 来缓解两人的尴尬 可没想到男人居然紧跟着自己 这让二岁懵了 他问男人 男人说自己才欣赏风景 二岁控制着自己 表现出很放松的状态 其实内心慌得一批 他不能让男人看出自己害怕 开始和他聊起了天 男人说听不清楚 让二岁离安静一点 随后露出了猥琐的表情 等待着二岁 二岁虽然不精明 但是他人又不傻 看着自己的衣服就在男人身后 二岁也毫无办法 这时 男人开始调戏起二岁 我这样看着你 你男朋友会吃醋吗 二岁觉得不对劲 男人急忙岔开了话题 开始说起了游泳方面的安全知识 二岁笑了笑 又游了起来 可时间又过了几分钟 男人还是没有走的意思 冷冷的湖水 冻得二岁乱的节拍 男人看二岁不停的发抖 想让二岁上岸 并说自己绝对不会偷看 二岁有点生气了 开始粘起了男人 并说男友来了一定会揍他 结果男人的一句话 让二岁顿时蒙了圈 女人在游泳时 被一个猥琐男盯上 男人想让女人上岸 但是女人的衣服 却在她的身旁 女人想威胁男人 离开这里 不然男友一定会揍他 可男人却笑着说道 二岁十分的生气 这让二岁顿时慌了 开始大声喊起了男友名字 果然在这个寂静的地方 他并没有得到男友的回应 二岁下的开始往对岸游了起来 游了没多久 二岁再一回头 乖当 男人居然不见了 看到男人终于走了 二岁趁着机会快速上岸 穿上了自己的衣服 开始一边喊着男友 一边朝着车子跑去 并没注意到 那一把手枪已经不见了 来到车子上后 他赶紧扭动钥匙 打着了汽车 一脚油门准备离开这里 突然 自己的手机响了起来 居然是自己男友打来的 没等电话接通 我的天呀 一双诡异的左手伸了出来 这次一部只有十分钟的短片 每一柱都让人细思极恐 尤其是最后的那一双手 为这个电影结局 埋下了很大的伏辟 你觉得那双手是谁的呢 会是阿翠男友的吗 假设男友为了寻求刺激 报复女友拿枪开的玩笑 找到了护林员配合自己 像阿翠搞的恶作剧 还是像电影里的片段 男人真的杀害了阿翠两人呢 评论区里告诉我